- It's your gun - Yes, please - Would you come up, put it down on me - Hello,大家好,我是秋芬林 今天呢 我們一樣在玩這個黑色沙漠 那我們今天呢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圖件的收集 圖件的收集 那右上角打開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圖件 那目前呢我們的圖件都是 全部已經是完成了 那很多觀眾會有疑問那圖件要 然後怎麼去收集會比較快呢 那告訴大家一個小方法 像這種 裝備的部分呢你都可以透過交易所 現在的交易所可以很快速的去買到 那可以優先解這種有古代金幣的 項目 可以很快速的拿到古代金幣 那大家就有疑問啊像這些材料呢 要怎麼去取得呢 像如果他有 像這個園藝物品的話 你點下去的時候他會出現 因為我現在已經完成了 我沒辦法點 好 園藝物品的時候你點下去他會說 是可以製造園藝物品的 那個就是透過領地裡面的 領地裡面的這個製造工坊呢 去做 現在進入到我們的這個領地 來看一下 在這個 貿易工坊 貿易工坊呢可以製造這個貿易瓶 那如果你會發現為什麼你還不能做呢 因為你可能是你的貿易工坊的 等級不足 等級不足 要把那個貿易工坊的等級 撐上去之後呢就可以做了 那還有這個園藝工坊 這邊做出來的東西呢 也可以去登入到圖鑑裡面 所以呢園藝工坊的等級跟貿易工坊的等級 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呢 還有一些物品呢 會透過打怪 會透過打怪才能夠獲得 例如呢 例如這種 黑暗水銀 或是高級水晶 或是高級水晶 還有一些就是 可以從這邊去看到的東西 這邊像這種 像這種都是打怪掉的 還有一個取得方式呢 是在村莊裡面的這個 村莊裡面的禮物商人 先回到附近的村莊 然後呢 左上角的木路打開 你會發現到有一個禮物的圖案 有一個禮物的圖案 就是一個禮物商人 那這個禮物呢 平常可以用來增加領地裡面的勞工的親密度 或是這個商店商人的親密度 那你會發現呢 打開到了之後呢 它裡面會有一些 可以購買 然後呢 它一個小時會更新一次 那你也可以使用行動力去刷新 但是 不建議用 不建議浪費行動力去刷新 好啦 這邊都可以買到可以登錄圖鑑的東西 所以大家 如果打不到 圖鑑要登錄的東西 不妨來這邊找找看 一個小時就可以刷新一次了 好 那我們今天圖鑑已經完成了 好不好 再看一下 圖鑑完成之後 到底可以領到什麼樣的獎勵呢 看一下喔 好 我們現在全部都100% 我們現在領取獎勵 領取到了夏卡魯的黃金鑰匙一個 領取到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到底是要幹嘛的呢 使用夏卡魯黃金鑰匙 使用了之後呢 你會發現左上角這邊多了一個圖案 把它點下去 它會有一個出征的圖案 就是直接進入這個夏卡魯黃金鑰匙的副本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副本裡面長什麼樣子啊 啟動自動打怪 啟動自動打怪 裡面的怪還蠻痛的阿 這算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副本阿 這個副本打完應該就可以拿到了 的黃金寶箱 那我們等一下再看看這個黃金寶箱裡面 會有什麼東西呢 好的 夏卡魯已經快要葛批啦 已經快要葛批啦 我們來看一下可以打到什麼呢 獲得一個正值的 夏卡魯箱子 嗯 那它的說明是 有機會獲得其他的傳說裝備的 或是立背魯杜武器跟格魯尼爾防具 那我們來打開看看 看我們可以開到什麼東西 好 要開囉 看一下可以開到什麼 好 開到了一個金色的副武 金色的副武 好的 目前呢 這個版本它是 圖鑑完成之後 它是沒有 沒有新的圖鑑可以用的 所以這可能要等之後 官方 改版之後 看會不會有新的圖鑑可以登錄 好 那就是 這集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了 這個完成圖鑑的獎勵 還有這些圖鑑裡面的東西 要怎麼去收集呢 好 通常會透過打怪 打怪 打怪 除了原藝物品 以及貿易物品之外 其他都是透過打怪去做取得 還有 可以從這個禮物商人裡面去購買 好 借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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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